6月与李懿结婚后 有一子一女生活相当幸福 时常会在公众场合 和大家分享生活大小事的她 今天当少女人我最大 也和大家聊到和老公有趣的爱情故事 6月先是自嘲自己没眼光 接着表示李懿一直都不是我的菜 我现在47岁了 我还在幻想我能死会被火标呢 我就是亲爱坏蛋 虽然雨出惊人 但也是偷偷趁机宣传以下作品 她跟Tolo和老公曾经同公司5年 都从来没什么交集 直到有次相约喝酒 喝醉后两人就接吻 但之后人没联系 反而是之后一起去教会才有了共同话题 接着跟报销表示 我其实是希望嫁给话少的男人 瞬间引发全场报销 对不起 尤其是 你没政兰的 你没政兰的 你不过来